這次選舉 大家也選擇了一個 必須有更多的朝野對話合作的國會 這告訴我們 有許多過去的施政 有不盡周延 或者社會了解不夠的地方 都需要更盡力的去跟社會溝通 恭喜賴清德副總統順利當選 同時我也要向另外兩組 在選戰中奮戰不懈的候選人 表達敬佩之意 他們為這場選戰付出很多 也提出了許多對國家發展寶貴的意見 我要謝謝他們的努力 這場選舉就是台灣民主生命力的展現 我要感謝全體台灣人民 我們再一次共同完成 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一場選戰 無論選舉的結果如何 這就是我們共同珍惜的民主生活方式 如同每一次的選舉 這次選戰裡 凸顯了台灣社會有一些議題上的分歧 但也有許多共同的關切和看法 我期待在未來 包括我剩下的任期內 以及未來新任總統 能夠啟動跟在野政黨 社會各界的各項溝通 讓選舉的結束成為我們共同面對挑戰 化解分歧的開始 在這裡我要謝謝全體的公務同仁 堅守崗位 以及所有參與選務的工作辛苦的同仁 因為有你們這場大選才能夠順利的完成 此時此刻 全球都在注目台灣的這場選舉 我要特別謝謝所有的外交人員 因為有他們 世界才能臨時差的掌握 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的正確的訊息和立場 也看到我們民主的價值 謝謝 更重要的是 我要感謝我們的國軍將士 錦瀟弟兄姊妹 因為他們堅守崗位 確保國家安全 社會的穩定 我們才能夠順利的進行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接下來 我也要跟現場的朋友們說 經過這場選舉 我們一起向世界證明 再多的挑戰 再多的壓力 都無法打擊我們對民主的堅定信心 更不會放棄對自由 對家園的熱愛 我要謝謝大家 八年來不離不棄的支持 和我們一起走到這裡 今天的台灣 已經成為一個更好的台灣 對此 我衷心感激 謝謝 今天選舉的結果 台灣人民選擇 和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們走向世界的路 我們身為執政黨 必須要穩健前進 同時也讓台灣更加的堅韌 而同時 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也選擇了一個 必須有更多的朝野對話 合作的國會 這告訴我們 有許多過去的施政 有不盡周延 或者社會了解不夠的地方 都需要更盡力的去跟社會溝通 身為執政黨 未來我們也應該主動的走出去 傾聽 團結 凝聚最大的共識 讓國家繼續前進 選舉期間 各種對於國家發展的不同思考 對於各項重大政策的想法和辯論 選舉之後 都可以是執政團隊最珍貴的參考 也可以是朝野共同即時廣益的起點 在場的各位 以及我們所有的國人同胞 選舉結束就是團結的開始 今天 無論你把票投給誰 你支持的候選人是不是當選 民主台灣 都因為你我的決定 在向前邁進了一步 今天 一起在投票所排隊的人 無論投票的意向是什麼 你我 都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大家庭的一家人 團結 團結 團結再團結 明天過後 我們一起 為台灣繼續努力 因為 這是我們生活在一起 共同的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台灣隊長 我們 glow